釋放50名人質,談判失敗,萬名美軍挺進中東 哈馬斯抵打,王毅訪美前對以蝦立場突然變調 巨頭刪除支持挺蝦BLM,已對數百記者公開哈馬斯視頻 維基百科若改名,馬斯克縣捐贈10億美元 大家好,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5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 在今天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 三高代謝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 很多都是代謝問題 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 真正做到1加1大於3的效果 詳情請點擊下面的link,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 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 美國總統拜登喊話,哈馬斯一定先釋放人質,再傾停火 同時23日剛剛獲釋的兩名人質,向外界講了加沙地帶 哈馬斯的隧道情況,而目前正在進行的 有關50個人質被釋放的談判 24日有消息傳出失敗了,美軍再次警告伊朗兩件事 同時已經在中東部署萬名美軍十艘軍艦 請聽報導 10月24日,以色列國防軍在X平台上說 在過去24小時內,以色列軍隊再次襲擊了400多個恐怖分子的目標 以色列國防軍說,昨天襲擊的目標包括 向以色列方向發射火箭的哈馬斯槍手 恐怖分子從海上滲透以色列隧道樹井 以及哈馬斯在清真寺內的指揮中心 和武器集結點 以色列國防部說,將繼續考慮無辜平民的安全 以色列正準備從海綠空向哈馬斯進行多面打擊之際 發生社報導說,10月23日,拜登已經向哈馬斯明確美國的立場 這就是,一定要先釋放人質,再談停火 近日,在卡塔爾的調節下,哈馬斯幾天前釋放了兩名美國母女人質 10月23日,哈馬斯又再次釋放了兩名人質 這兩位類性人質都是年紀比較大的婦人 被釋放的85歲的人質利夫希慈 對大家說了他所經歷的非人的折磨 還有武裝分子強迫他們在潮濕地面上走幾公里之後 到達一個看來就像蜘蛛網一樣的龐大地下隧道網 之前,由於布林肯在中東的調解 和卡塔爾進行了會談 50名持有外國護照和雙重護照的外國人質有可能獲釋 但華爾街日報24日的消息說 據了解談判情況的官員透露 有關可能釋放50名人質的談判失敗 因為哈馬斯要求以色列允許向加沙運送燃料 但也有傳聞說,事實上連哈馬斯本身都不知道所有人質的下落 據俄羅斯衛星網的消息,以色列已經有大規模地道斬首行動 以色列空軍較早前發射重型鑽地彈 鑽地彈的外殼足夠堅硬打穿掩體以後 才會在目標內部爆炸 據悉,除了有傳統情報系統和空軍配合以外 還動用了先進的高科技測地雷達系統 雷達波透過地表下幾十米至上百米深 不僅探測出地下複雜的結構系統 還能標定精準斬首目標 哈馬斯在與以色列的談判中 曾專門提出一項談判條件 要求以色列不要對哈馬斯高層實行斬首行動 但未被接受 以色列國防軍2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以色列總共綁架了308名以色列軍事兵 和220名平民 今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以色列 馬克龍誓言在打擊恐怖分子的鬥爭中 以色列不會孤單奮戰 但他也提醒,不要擴大升級衝突 對此,台灣國際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 御忠基將軍對本台分析說 法國與其他國家不一樣 因為他的國內有將近400多萬的伊斯蘭族群 所以這幾天也鬧得很厲害 對馬克龍來說,他當然要想平衡國內的猶太裔壓力 要表態支持以色列 另外,也要去平衡龐大的伊斯蘭教族群 這說明了為何他在英國和德國紛紛表態之後 他才表態願意前往以色列 當然最重要的是 希望在以色列和愛及邊境的拉法關口 能夠持續不斷地運進來人道救援的物資 而且馬克龍第一時間也同意人道援助1000萬歐元 這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馬克龍呼籲國方不要讓衝突局勢擴大 希望能讓哈馬斯和以色列 包括黎巴嫩真主黨 還有伊朗能得到一個緩解 目前,美國多次向伊朗發出威懾信號 警告伊朗不要趁機擴大中東戰火 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契案23日說 美國向伊朗發出了兩條有關中東局勢升級的信息 第一個是美國無以擴大戰爭 第二個信息是要求伊朗保持克制 並建稱伊朗也應該要求其他國家 和其他方面保持克制 而阿卜杜拉契案沒有透露這些信息 是如何以及在什麼時候向伊朗傳遞的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21日宣布了一系列加強 美國在中東軍事存在的行動 美國海軍艾森豪威爾號航母艦打擊群 已經轉移至中央司令部負責區 和已經在中東的美國海軍最大、最先進的 核航空母艦福特號打擊群的匯合 美國軍艦的數量也已經增加至10艘 另外福特號航空母艦上有4,500多名水艘 5艘艦艦艇還有1,600多名士兵 艾森豪威爾號航空母艦上面有5,000名軍人 3艇隨行艦載有1,000名軍人 而上周已有大約2,000名美軍代名 為部署東、地、中海做好準備 中共外交部部長王毅即將在26日訪問華盛頓 而出訪前北京突然改變對尾巴衝突的立場 首次認可以色列擁有對哈馬斯的自衛權 從10月7日以哈戰爭開始 中共力挺哈馬斯甚至背後動作頻頻 是甚麼原因令中共立場突扁 這個引發全球關注請您報答 10月23日中共首次公開承認 以色列有權抵禦哈馬斯 王毅在電話中告訴以色列外長科恩聽 每個國家都有自衛權 但應該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並保護平民 同時也呼籲以色列考慮平民的安危 不過王毅當日也與巴勒斯坦外長馬利基通話表示 中方對巴勒斯坦特別是加沙人民的困難處境 心表同情 10月24日中共外交部正式公佈 王毅會於10月26日至28日訪問美國 外交部發言人毛玲在記者會上說 王毅將會與美國高層官員會面 會討論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 美國官員透露說 王毅將前往華盛頓會見國務卿布林肯 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外界認為 王毅這次出訪是在此為接下 11月在舊金山APCE峰會 拜登與習近平的會面鋪路 拜登與習近平會不會順利回誤 是全球關注的焦點 值得關注的是 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很緊繃 王毅此行的時間點 正好是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升級的關鍵 美國希望避免蔓延成更大的中東衝突 另外 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也仍然在持續 還有中非南海爭端不斷 美中也因為台海局勢關係緊張 美國官員透露說 預計美方將會與王毅討論 南海和東海 台海問題 中東、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北韓挑釁等議題 官員透露 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和俄羅斯烏克蘭戰爭都是會談議題 美國將促使中方在這兩個議題上採取更具建設性態度 官員沒有詳細說明美方將向王毅 傳達有關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的什麼信息 只是說 美國正在非常密切地關注局勢 這將在一定程度上 決定星期四和星期五對話的輪廓 以色列和哈馬斯衝突以來 美中在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問題上態度詭異 華府大力支持以色列剿滅哈馬斯 而中共責呼籲停火 從未譴責或點名批評哈馬斯 而中共一直想扮演中東問題的中立角色 但10月14日 王毅首次批評說以色列的行為已經超越智慧範圍 應該停止對加沙民眾的集體懲罰 中共的態度激怒了以色列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公開不點名說 如果不支持以色列智慧 那就是道德上出了問題 而支持哈馬斯已經不是停留在嘴上 以色列媒體最近報導說 在哈馬斯攻擊以色列的火箭彈碎片中 發現了中國山東來洋鋼管的字樣 在此同時 大陸媒體鳳凰衛視的相關披露 中國對中東地區的無縫鋼管出口總額 提升了203% 而這些質量上乘的鋼管 很有可能被運往加沙地帶 被製作成火箭彈 也就是說中共已經實際是 資助了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行為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先生說 王毅這次措辭上的重大變化 他並不一定說是代表中共就要拋棄哈馬斯 因為哈馬斯是中共非常重要的 在中東的一隻棋 但為什麼王毅會出現這樣一個表態的變化呢? 首先 中共其實是在這裡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向美國發出信號 中共是可以在表態上即是與以色列一定認可 它是將這個作為一個重大的政治籌碼 你希望與美國換一些東西的 因為王毅講這番話 是剛好馬上要出訪美國 為下一步習近平與拜登的會面 做一個準備工作 他提前發出這樣的一個信號 就是在這裡暗示美國 其實是可以有彈性變化的 這種彈性的變化呢 希望獲得美國相應的回報 第二 從王毅的措辭的改變 可以折射出來 美國與以色列清朝哈馬斯 在加沙發動地面戰 已經是鐵了心了 也就是說 無論中共反對還是不反對 它也無法在實質上改變這件事情 如果中共要公開地進行反對的話 有可能會將自己在輿論上搞得非常被動 中共可能也有作為一個策略性的調整 避免在國際輿論方面支持了一個恐怖組織 當然中共在口頭上發起這種表態 實質上也並不影響它暗中對哈馬斯的支持 在此同時 今天有消息說 在中國財政和金融失衡危機重重之際 習近平爆出罕見首次訪問中國人民銀行 目的是更好瞭解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情況 這特顯出習近平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焦慮 而全球投資者正在密切關注習近平的動向 尋找潛在的政策信號 專家認為在中國經濟下滑之際 如果地緣政治繼續惡化下去 更多的人帶資產逃離 更多的外商撤資離開中國 中國經濟可能會全面誇調 近日BLM支持哈馬斯的立場引發爭議 而可可可樂公司網站也似乎刪除了支持BLM運動的一段內容 而23日以色列向媒體公開了 哈馬斯特集以色列的現場短片 令在場記者留下眼淚請提報導 之前共和黨參與員克魯茨批評了可口可樂 因為他支持了哈馬斯活動 而哈馬斯又支持了哈馬斯 克魯茨在X平台上寫道 美國人要求你們道歉 克魯茨批評大企業對哈馬斯的支持 他說包括亞馬遜、蘋果、貝萊德和美國銀行 你們是否後悔支持這樣一個惡毒的反猶太主義組織呢? 自從12秋開始 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 造成包括小孩子在內的幾千名平民不幸身亡 作為回應 以色列對哈馬斯展開了行動 但在美國多地和歐洲的許多國家 卻出現了親巴勒斯坦 譴責以色列的大型抗議活動 甚至在美國大學校園以及各地 出現了對以色列人的攻擊 好像人們只是關注以色列的反攻 卻忽略了哈馬斯 開始首先對以色列人發起令人發指的暴行 甚至連CNN等一些美國主流媒體都罔顧事實 放假新聞說以色列襲擊了加沙醫院 據英國《衛報》報道 23日來自世界各地的幾百名記者聚集在以色列 親眼看了沒公開過的哈馬斯殘害以色列平民的鏡頭 顯示了哈馬斯所犯落的恐怖行為的嚴重程度 以色列向記者公開了一段43分鐘的影片 畫面都是來自那些哈馬斯武裝分子身上的秘密錄影器 行車記錄器、問責監視器 和社群影片等未公開的鏡頭 揭露10月7日當日 哈馬斯是如何對待以色列平民的毫無人性的畫面 這些證據證實了哈馬斯殘暴 影片上的內容讓所有在場的記者驚惡 很多記者更是忍不住留下眼淚 影片的內容由於郵管的限制 我們在這裡沒辦法跟大家長進描述 現在還有超過220人被綁架到加沙 而那些人還在那裡經歷什麼不得而知 日前 德國總理蕭爾茨說 德國要開始清理非法移民了 美國紐約的警察也在日前觸報了 親哈馬斯的示威者 而土耳其當局也決定 將哈馬斯領導人Henriye和他的隨從驅逐出境 有網友說 相信各國也會跟上 哈馬斯的拉拉隊危險了 昨天的瘋狂今天要付出代價了 馬斯克在10月22日表示 如果維基百科改名的話 他願意向維基百科捐贈10億美元 之前馬斯克發文批評了維基百科 向人們募資的行為 請提報得 馬斯克發布了一張維基百科 聯合創辦人威爾斯的募資聲明截圖 這份聲明上面寫著 維基百科是非賣品 並向公眾徵集小額募款 馬斯克在鐵文裡面寫到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維基媒體基金會想要這麼多錢呢 經營維基百科當然不需要這麼多錢 那麼這些錢是用來做什麼呢? 好奇的人們想知道 隨後有X用戶在馬斯克文章的下面寫到 2022年維基媒體基金會的收入為1億5400萬美元 支出為1億4500萬美元 並且附上了項目的清單 按百分比列出資金去向 沒多久之後 馬斯克又發貼文說 如果你們改名 我將會給你們10億美元 他說 要維基百科改名 是為了準確性 以前 馬斯克也曾批評維基 認為該線上百科有明顯的左翼偏見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